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你是这么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格斗探索家 相信许多看过破坏之王的朋友 对于前面的片段非常印象深刻 在片中断水龙大师兄展现精湛的拳腿功夫 空手倒是什么样的一门无数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在影片正式开始前 大家点个赞 因为这部影片内容 对于这门来自琉球的武术做全面的介绍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本频道是专门分享格斗及健身相关资讯 如果不想错过这些资讯 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再打开小铃铛 空手倒的起源 当谈到空手倒的起源时 有多种观点存在 但目前学术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之一是 空手倒的前身是琉球古代的武术琉球手 琉球手受到中国武术的影响 唐手和琉球手最初在琉球氏族中传承 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1879年 琉球国被日本吞并后 唐手的教学开始对外公开化 到了大正年间 唐手传入日本本土 二战后 空手倒演变成一种体育运动 并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关于空手倒的起源 有一种观点称其起源于琉球国 在1392年 琉球国中商王派使节前往中国明朝朝贡 并在纳坝岗附近建立了九米村 这些福建移民将中国的技术传入琉球 其中包括中国拳法 它与当地的格斗术琉球手结合 渐渐发展成今日空手倒的前身 唐手 这种观点被称为九米三十六姓输入说 然而有人质疑这种观点 指出在明朝早期 中国拳法尚未发展成熟 唐手是在明朝后期传入琉球的 1609年 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 将琉球变成了附庸国 实行禁止武术的政策 为了反抗薩摩的统治 当地居民学习了中国拳法 并将其与琉球的格斗术结合 形成了唐手 这种观点被称为庆藏输入说 1609年是日本庆藏十四年 大导笔记中提到 唐手是由中国人攻向军带入琉球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空手倒起源于琉球的武方 这是一种带有武术性质的舞蹈 武方后来结合了中国武术发展成琉球手 然后渐渐演变成唐手和现代的空手道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知名的空手家和研究者的支持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理论 如冲绳相扑起源说和柔树起源说等 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是在明治时期以后 由空手家或研究者提出的 并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 空手道的起源有着众说纷纭的情况 其中一些理论可能在历史研究中 仍有待深入探讨 另外有一种有趣的理论声称 空手道的某些技巧 可能起源于琉球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 琉球地区盛产甘蔗 而当地农民在工作时经常忘记携带刀具 因此他们学会了使用手刀来砍甘蔗 这些技巧后来可能被整合到空手道的训练中 空手道的诞生 在昭和初起 一些琉球的武术家 如摩文仁贤河 功臣长顺 以及远山宽贤 前往日本本土教授堂手 到了1933年 堂手被正式认定为日本武道之一 但那时他被归顺为柔道或柔术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堂手的师之称号是由柔道家来审查的 1929年 当传越义珍在清义艺术大学教授堂手时 他参考了半若新经中的空的概念 将Kalate改为空手这个名称 这个改名符合当时日本当局 试图减少中国对琉球的文化影响的政策 所以这个名称在日本迅速传开 因为其他武道的名称都包含了道字 所以堂手术也改名为空手道 然后在1936年10月25日 那般举办的一次空手大家座谈会上 受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 正式通过了将堂手改名为空手的决议 堂手在琉球的不同地方 逐渐演变成三种基本形式 分别是纳霸手、首里手和帕手 这三个派系后来在武道发展中 演变成了四大流派 其中首里手和纳霸手成为其中两个重要的流派 首里手的代表人物龙怡人 在1922年第一个人将空手传入日本本土 他的空手因为他别号松涛而被称为松涛管空手 也就是松涛管流空手 而纳霸手的代表人物龚臣长顺 在1928年在日本京都创立了钢楼流空手道 这个流派以三战型为钢之型 转掌型为楼之型 有其独特的特色 另外夏世摩文人贤河于1929年 在日本大阪以他两位恩师的名字密河东命名 创立了密东流空手道 还有一个流派叫做河道流空手道 是由神道场新流楼树 师范大总搏迹于1929年创立的 他也向龙怡人学习了松涛管空手 这四个流派即松涛管流 钢楼流 密东流 和河道流 被称为四大流派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技术 型和段位的制度 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后来还有大三被打的集真会空手道 成为了空手道的一个主要流派 并且在全接触空手道方面 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各流派之间的段位标准也不一致 这使得空手道变得多样且丰富 现代的空手道分类 由于受到运动竞技的影响 四大流派和刘伟流 开始转向现代化的体育训练模式 虽然能保留传统技术 但训练方法现代化了 同时一些分支至四大流派的团体 能保持着传统式的练习风格 传统空手道的主手竞赛 通常遵循日本空手道协会订定的规则 其中大部分参赛者来自松涛管流 因此这种比赛方式 常被称为松涛管比赛方式 比赛的目标是集中特定目标 分为半本或一本 两次半本相当于一个一本 取得一本就获胜 这种比赛方式有点像剑道 不过传统空手道的比赛 不能直接伤害对手 必须点到为止 尽管如此 由于空手道的高速度互动 受伤事件仍然经常发生 另一种竞赛方式是行 类似于体操竞赛 由评审举棋分数牌来评定胜者 竞技空手道是以体育竞赛形式为目标的空手道 主要是由世界空手道联盟主导 WKF的成员主要来自四大传统流派 他们的理念是将空手道体育化 使竞赛更多样化 多元 并提高比赛的安全性 以推动空手道成为奥运项目 在WKF的推广下 传统空手道风格几乎消失 某些传统技法也变得无关紧要 而行则成为了基本动作的组合 评分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空手道 这使得一些保守派认为 WKF的推广模式 破坏了传统空手道的特色 但也在欧美大受欢迎 WKF的比赛采用1分、2分和3分的制度 根据集中的部位和招式来评分 如踢重头部的EBOM 拳击集中的YUKO 比赛的目标是积分高者获胜 并且比赛规则相对传统空手道更加安全 但对于非空手道练习者来说 规则可能较难以理解 全接触空手道最初由大山贝达创立 是大山空手道场的练习方式 与传统空手道的点道为止方式不同 最初的全接触空手道不穿戴护具 直接击打对手的目标 这种严格的训练方式 使大山道场具有传奇色彩 后来也影响了集真会空手道 全接触空手道的竞赛方式 与传统武术的得分制略有不同 有效击中对手可获得半本 如对手被击中并有部分身体接触地面 即可获得一本 一本即可胜出 集真会馆的出现 引领了空手道竞技的一个新时代 导致了一系列全接触空手道组织的成立 虽然大多数是从集真会馆分裂出来的 但全接触空手道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击打运动 现代的全接触空手道已经引入了更多的保护装备 例如头盔和手套 以提高安全性 硬式空手道是少林寺流空手道的竞赛方式之一 与全接触空手道不同的是 它要求选手穿戴全身保护装备 进行全接触比赛 但比赛结果是根据积分来决定胜负 少林寺流的比赛动作通常比较大 因为穿戴全身呼噜的关系 动作难以细腻执行 在香港 硬式空手道是由冲绳钢楼流 日本政武馆的馆长 林木正文先生引入的空手道竞技方式 这种方式强调安全且实战性高 选手在穿戴强大保护装备的情况下比赛 评分标准更客观 并且能够更全面地施展空手道技术和力量 林木正文前馆长是香港早期空手道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 为香港的空手道推广和发展贡献良多 现今的硬式空手道也有不同的变体 其中一些允许选手穿戴面部护具和护装以进行下身攻击 格斗空手道是指大道俗空手道 它是一种特殊的空手道流派 大道俗空手道与极针会馆不同 几乎不练习传统抠手道的技术 而是直接吸收了拳击、泰拳、跆拳道、柔道和柔术等技术 因此被称为着衣格斗技 最近大道俗将其名更改为大道俗空道 以区别于传统空手道 在大道俗空手道的比赛中 选手穿着一清一百的道服 带着硕钢盔和小型拳套进行拳接触比赛 比赛目标是击倒对手 但必须按照点到为止的方式打击 即使对手躺在地上 打击也必须停止 最后美式空手道 是一种由夏威夷、美籍、华裔、周威廉创立的流派 将父亲的中国功夫和其他技术融合在一起 尽管最初被称为拳法堂手 但后来被称为美式拳法 它与日本的空手道不同 是一种独立的武术流派 与美式踢拳也有区别 看完前面的内容 各位会了解到 空手道从以前到现在 项目跟流派分很多种 据个人的了解 以台湾来说 比较多的空手道门派是松涛流 当然也有一些急增会 及新急增会 所以各位在选择空手道时 可能要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各流派项目之间的差异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只要在本集中有一点点的资讯 帮助到你们 我就非常开心了 如果你们不想错过 关于格斗及健身相关知识 与话题的话 呼吁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再把影片分享出去 在这真心的助为这部影片 点赞的朋友们 文武双全 身心富足 我们下次见 拜拜